赖清德520有多狂,现在就有多慌 东部战区联合力舰2024A演习 把台湾围成铁桶 台独无处躲藏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迪尼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5月23日到5月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军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围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重点演练联合海军战备巡警 重点演练联合海军战备警巡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权 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见机抵近台岛周围的战巡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 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消息一出信息量爆表 先从字面消息来说吧 首先演习代号是联合利剑 事实上这代号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 去年4月8日至10日 为反制蔡英文篡美 以及时任美国众议长麦卡锡不顾中方 再三警告与之会面 严重踩踏台湾问题政治红线 和台东部地区就曾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利剑演习 其中联合意味着多兵种 甚至军民融合代表全方位的毒死台独 入海空天逃窜路线 利剑则是剑指台独 现在还在剑销里 一旦出销则没有回旋的余地 毕竟央视军事去年报道 联合利剑时就曾说过 我军军事行动就像紧箍咒 台独跳一次我们就紧一次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相信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 其次这次演习代号还有后缀2024A 2024是年份 还有个字母A 以前经常看碟的朋友都知道 看完A面后还会翻面 剧情高涨往往就在避免 甚至不排除接下来还有CD等行动 总而言之 台独不止 解放军行动不停 坏消息是 字母表只有26个字母 好消息是 字母表用完改个演习代号和年份 还可以再来一轮 接着关于此次围导 大多数科目演习都是传统 我军已经轻车熟路练过无数次 唯有导链内外一体联动 是首次提到 有可能是直接从演习导演文书中摘入来的 这里导链究竟指的是台湾岛这一环 还是第一导链一整条 甚至有没有指向第二导链打算 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 我军做好拒止外部力量干涉坚决准备 还得注意的是 此次关于演习区域表述 台岛北部南部东部以及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营岛州 注意到了吗 三个方向写的是东南北 只有台岛西部是具体地址 东部南部和北部表述范围很广 字面上就好像把三个方向全封锁 当然实际虽未如此 但是词带用词如此 即所要表达含义就是如此 对台独警告意味就是 别指望东边那位会带着北边和南边的小弟来救 不好意思 咱已经全都给断了 而西部地点字数写的虽多 但代表这些具体地点以外区域是空的 没有全封锁 你还可以走 这也是我们要借此传递的感情色彩 仗着外部势力没有前途 只有回到两岸统一才是正确和唯一出入 军事细节上 东营岛上部署有台军爱国者 反导系统和远程预警雷达 可见我军是准备拔钉子了 此次围岛收紧最明显的是台东花莲方向 已经前所未有压到台岛东海岸 12海里线出门就是 1996年时 我们还只能用中进城火力来打 现在已经可以在西泰起脸输出 并随叫随到 并且演习开始后不久 中部战区还发布越海杀气系列海报 我们能想到渡海作战中该出动装备几乎都有 四海贴心换成了繁体 歼20踹门 歼16砸墙 052D和东风定点爆破 远香火金庚细作 亮大广宝 071登陆插旗全面接管 且这些还只是能预见的 其他底牌诸如轰6K 055 075和剑母战斗群还没放出来 毕竟光是国岛不一定用得上 这些是要对付更强的对手的 然后是字面以外的玄机 首先这次演习非常突然 宣布即启动 不像以往提前两天公布演习区域 一大清早大家还没睡醒 解放军行动已经开始 福建和广东海事局 甚至没来得及发布航行预警 最神奇的是 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我军兵力大规模调动照片 或视频在网络流出 顶多仅有台媒一周前宣称 大型滚装货轮已经南下 行动可以说毫无征兆 比2022年8月份那次围岛 更贴近实战 这意味着解放军时时刻刻整格带弹 要是真按战争模式来 完全有能力神不知鬼不觉的 发起全面突袭 昨晚内部命令下来 今早十几万重装部队 就已经拉到战场一线全部就位 对台军来说 这简直就是噩梦 毕竟2022年围岛 我军就说了要常态化 当时兴许还有人不信 今后不妨可以猜一猜 以后这些常态化里 哪次是演的 哪次是真的 而且要注意 这次还有海警 也是常态化 所以台防各部门反应很有意思 他说 大陆进行军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凸显霸道本质 然后要派遣海空军 以及地面兵力进行应对 但会秉持备战不求战原则 最后呼吁民众在两岸情势严峻时刻 扮演坚实后盾 凝聚团结共识 军民齐心构建防卫作战关键力量等 第一句属于常规套路 回回大陆军演 台军都这么说 第二句算是委婉认怂 第三句最有意思 台军为什么要向岛内民众大喊求知识 你几时见过保安向业主求救的 很明显和大陆自发军民团结氛围不同 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 以及其防卫力量 在岛内是真没几个人支持 并不值得尊敬 大难临头时刻 是完全有可能被岛内民众彻底抛弃的 可以说赖清德520讲话有多庄 现在就该有多慌 此刻民进党当局处境就像是电影 周楚除三害高潮处 哪怕已经看见自己被枪指着 还得强装镇定唱完最后一首歌 直到板击扣响 一切无可挽回 现实中不一样的是 利剑一旦出销 台独人头落地 连侥幸卡弹机会都不会有 对于中国大陆将何时通过武力夺取台湾 美国军方一直流传着一个 所谓的戴维森时间窗口 他由原美军印太联合部队司令 菲利普戴维森上将最先提出 2021年戴维森即将退休 他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作证时表示 中国大陆将在未来十年 通过两栖作战的方式攻入台湾省 戴维森想了想又补充说 用不了十年 只剩六年时间了 时间非常紧迫 戴维森说的这个时间窗口 就是2027年 他认为2027年前 统台湾将成为现实 从此这个时间窗口 被称为戴维森窗口 说实话 戴维森当年这么随口一说 最主要的用意 不过是给美国的印太驻军 讨要点军饷 改善一下将士们的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时间窗口 被奉为圣经 成了荆轲玉律 因为没有人比他 更权威的评估印太地区 以及台湾海峡的局势了 这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 它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 自那以后美国应对台湾方面的军事 防外交部署 都是照着这一两栖作战愿景来设计的 然而计划跟不上变化 外交事务认为 现实并未朝着这一路线发展 中国更像是把收回台湾 作为一个中长期目标来规划 而且相对于武力夺取 中国有更好的方式 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来控制台湾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海上空间 网络空间 经济空间 外交和国际空间上 全方位的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 从而实现完全控制台湾的目的 如果中国照着这一路线走下去 那么美国重金部署的导弹系统 军事基地 战机航母等 很有可能完全派不上用场 台湾当局一直想从美国购买的潜艇 战机等武器 也很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因为所谓的戴维森窗口 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 这样下去 台湾的自治和美国在亚太的信誉 将大大降低 作为对策 外交事务杂志认为 美国和台湾应该改变策略 采取更多的非军事手段 与中国大陆进行对抗 而不是报定最后军事冲突的想法不放 他希望台湾发展更多的缓冲空间 防止大陆不断通过这种灰色地带行为 蚕食台湾的各种生存空间 他鼓励台湾不是购买更多的武器 而是订购更多的监控无人机 更敏锐的监控和感知台湾周围的水域和空域 提高台湾的通信能力 提高台湾的信息战能力 加强台湾的经济生存能力 减少对大陆的依赖 呼吁美国派出更多的海岸警卫船只 来台湾周边的水域巡逻 以对抗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执法等等 总之外交事务认为 中国正在采取一切非武力的手段 全面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 而美国等待的那个武力窗口时间 也许永远也不会到来 美国不能这么被动地等下去 而是要改变策略 不得不说 外交事务杂志看到了中国大陆 所采取的对台全面收缩政策 但对大陆为何采取这种政策的本意 并不了解 中国之所以采取全面紧逼 时刻紧逼 而不是等到某个时间点 实施武力夺取政策 主要的原因是对台工作的前提变了 这个前提就是 我们给了台湾当局足够的耐心和善意 但台湾民进党当局没有丝毫的悔改意图 那么我们只能放弃继续做台湾民进党当局工作的努力 转而直接步入全面收台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收台的网已经在全面收紧 每一个动作都是向前走一步 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我们收回台湾 武力从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武力只是我们给台独分子设立的高压红线 如果美国或者台独分子逾越了红线 那么就必然会触发武力收台 然而除了武力 我们完全有能力 有更好的办法收回台湾 这种办法就是外交事务所提到的 全面压缩台湾的各领域生存空间 直到压垮台湾的分裂势力 也就是说戴维森窗口并没有消失 它随时存在 不是2027年也不是2037年 而是随时 只要触碰红线 那就会马上触发 如果说外交事务在看清现象方向 还有点本事的话 那么对于前提 那么对于提出对策 就可能完全没说到点子上了 他认为面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灰色地带行动 和全面挤压蚕食 台湾方面应该加强监控感知 美国方面要派出同样的海岸警卫船 对抗中国的执法船 这样的建议完全不可行 中国大陆的海空力量 对台湾不断进行包裹压缩 台湾对此进行监控 能起什么作用呢 你监控了我也照样来 就是明目张胆的来 因为台湾本身的力量完全不足以 与中国大陆进行这方面的对抗 这种情形与当前 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对抗有点类似 菲律宾的船只飞机渔船 无论什么装备 都无法维持与中国一个档次上 完全是小物件大物 哪怕美国和西方国家 卖给他们更多的这类装备 也无法从数量规模和质量上 与中国抗衡 而让美国直接派海岸警卫队来 那就更可笑了 首先美国海岸警卫队天天跑到台湾海峡来 这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顺 其次你离那么远 中国就在自己家里 美国要耗也耗不过中国 最后 现在论海空力量对比 中国在家门口完全不用怕美国 美国占不到任何优势 事实上 在大陆这种全方位紧逼加缩下 台湾的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 除了政治支持 美国能够给台湾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 因为台湾原本就面对美国西方完全开放 相互之间能合作的领域早就合作了 双方找到新的合作空间非常少 值得一提的是 美媒提到戴维森窗口 也许确实存在 这个窗口就是我们在家门口 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同时配合各方条件都非常成熟 我们也完全可以顺势而为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但前提就是 我们有百分之两百的把握 你一定会可以顺势的